LioLio世紀 天經如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2的比賽 先介紹一下 Viper跟Melance 兩位都是頂尖的職業選手 昨天在11月18號的凌晨 終於打完他們的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 Viper選的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就是 城鎮中心蓋好之後會送一台羅車 這台羅車的好處在遊牧來說是可以先拿來探土的 而且可以一直用這個羅車到處吃這個野味 吃乳肉或是吃果子都可以 但是不能撈魚是有點可惜的 喬治亞人經濟加成還有強化教堂 可以讓伐木區域的工作村民 或是農田採黃金採石頭的附近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整體而言喬治亞人的經濟效益 是需要透過強化教堂去配置 才會有一個很好的加成出來 那在遊牧地圖來說呢 他也是要一開始先去下這個馬頭 開始捕魚 那Viper這邊的捕魚方式蠻神奇的 是拉了三個人去開魚群 那這個模式呢跟一般的遊牧不太一樣 村民是比較多一點的 好像是8人還是9人開局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村民的數量會更多一點點 那一樣呢這個就是 你的肉只要可以穩定有50個人 不是50個 50個肉去產村民就可以了 只要村民不斷 然後趕快去罰木頭 然後把這個木頭罰起來 趕快去按魚船 這個就是遊牧比較簡單的一個開局簡介 好那我們再繼續講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他的寶兵呢 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了 到了帝王是在後期 只要滿狀態的情況 只要45斤 可以產生22共傷害 非常可怕 那主要還是他的這個很省經的效果 讓他量產起來可以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挖手速度是最快的 而且他的箭塔也會自動升級 所以朝鮮人 在遊牧這張地圖來說 一直都是一個很強的文明 因為他的馬戰車也是非常難解的 通常只能用戰毛兵跟老頭去解 那騎士的部分的話 要非常龐大的數量 進行包夾 才可以打得完這些馬戰車 所以朝鮮人跟西班牙一樣 都是在遊牧地圖來說 是一個比較常出現的一個文明 朝鮮人除此之外 他的工兵單位的鎧甲也是免費給的 所以朝鮮人本身 他的工兵升級也是很快速的 攻擊力聲音聲 基本上都是蠻全機體的 這一個工兵 朝鮮人後期 投石側射程也是最遠的 所以打這個強化教堂 或是城鎮中心 射程優勢的話還是挺安全的 雖然沒有這個射程優勢 投石側也是很安全 但是多一個射程 然後去打對方大量騎兵 或是工兵 步兵 甚至城鎮中心之類的 也會更安全一些些 那這邊看到 朝鮮人 這邊是開始拉豬了 這個豬拉得非常遠 應該是有看到 不然他怎麼知道那邊有 應該是從這邊剛剛走過來看到的 這個拉豬的距離有點遠 這個村民應該 是不會死 就算真的有點危險 也可以趕快馬上蓋一下地基 讓這個豬回頭 消仇恨 再兩下才會死 應該沒問題 射個村 城鎮中心射一下 放出來射死 吃豬肉 搞定 Viper這邊也是點了封建時代 兩邊點封建時代是差不多的 差距30秒左右而已 那目前漁船的部分 是鋪到了五燒 那五燒的話 也是我比較推薦的一個數量 因為五燒的話 你的漁船不會按過頭 那基本上所有的文明 你都可以這樣打 那當然有些什麼 木頭加成經濟的文明啊 或者是一些 好特殊經濟配置的 當然你可以按到九台 這個漁船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真的不確定的話 那你就五燒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打海戰的話 就要趕快捧這個 火戰船 去騷擾敵方 好那看到 朝鮮這邊是選擇六燒魚船 五燒六燒魚船 好戰船趕快按了 好這邊看一下戰船 也要打三碼頭嗎 朝鮮這邊打三碼頭 不知道壓力會不會太大 因為戰界這個單位 其實是要數量很多 才會有殺傷力的東西 所以雖然太少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火戰船給貼著打 甚至沒有辦法燒得到對手 反擊對方的火戰船也是很困難的 而且還要點下一集一次 所以戰船在遊戲的初期來說 海戰部分是稍微劣勢了一點 但是到了中後期 這個奴炮戰船反而是成為了海戰的主力 好 朝鮮亞 VIPER的魚船可能要被打爆 後面左右開攻 VIPER是從右邊開始派虎戰船 朝鮮這邊也是按了幾上虎戰船進行反制 正面的部分使用戰劍 開始屠殺VIPER的魚船 把這個魚船到處跑來跑去 VIPER的劍狀 自己可能 魚的部分有點打不太眼 趕快點下了一級農 城堡時代 一級農又取消了 這邊是要打算先點一級射嗎 還是要先升奴炮戰船 這邊取消一級農 是有可能害怕自己的奴炮戰船升級 是升級不上去了 所以盧炮戰船升級是需要肉的 這邊打一下 海軍科技單位有加成 就只有這個 義大利 減免的費用 盧炮戰船在城堡時代初期 這個科技也算是蠻貴的 MIPER在這邊直接補了一根城堡 但沒有貪心 城堡中心蓋在自己家附近而已 朝鮮也是有看到對方蓋了一根堡 在正前方 這裡有少戰 出來馬上按下木娜斯塔 MIPER這邊有打一個 稍微強攻的意思 這邊優先燒魚船 魚船燒掉了一艘 第二艘可以 稍微減掉了一些魚船的數量 那MIPER的海戰依舊是打樹的情況 經濟稍微弱勢了一點 這邊看一下木娜斯塔出來 血量很低喔 只有75滴血 原來這個時期的喬治亞人 是很難點品種的 畢竟剛升完奴炮戰船升級 還有這個 按了幾隻木娜斯塔 現在肉一點不太夠用 畢竟自己海戰已經打樹了 也不能捕魚 這邊用一些木娜斯塔 稍微反擊回去馬戰車 但馬戰車傷還是很高 這邊鑽到了一個洞 應該可以擊殺掉這隻殘血村民 沒有問題 MIPER這邊控兵還是控得很好 家裡還是繼續產出 木娜斯塔開始在繞囉 三台買戰車 那馬戰車的話 天生就是加二房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到這個是工兵鎧甲 那馬戰車他本身也是工兵系的單位 所以他也是害怕這個戰毛兵 那他同時也有騎乘屬性 所以你用一般的槍兵去戳馬戰車 傷害也是蠻高的 好這個老頭減聖物 看來不及放下聖物去著想 應該是要直接送掉了 好上方木娜斯塔再打 後方有一隻老頭 開始在著想 朝鮮的馬戰車 他本身是有射程的關係 所以你用老頭去招槍馬戰車的時候 還是要看一點情況 就是 趁對手沒有注意的時候可能會照 不然正面應照的話 雖然你照得到對手 但是對手也可以反擊到你的老頭 這個馬戰車要反制回去也不是那麼簡單 這就是我說的 等一下要反制你也是可以 但是 哇 VIPER這邊控的很好 你看有沒有 你雖然照到他 但是你的老頭也會被打 哇 結果還是來不及收進去 但VIPER這邊已經扣得很好 第一時間馬戰車攻擊老頭 老頭瞬間往上走 我要非常多的馬戰車的傷害 那馬戰車為了去追老頭呢 在正面吃了非常多的莫娜斯塔的傷害 後面老頭也是直接倒地 朝鮮這一波感覺有點 受傷了 自己的主力少也被打爆了 好那這邊就是喬治亞人厲害的地方 來到了10隻莫娜斯塔 那每5隻莫娜斯塔跟5隻騎士 都可以增加莫娜斯塔的傷害率 那現在要來到11隻的話才會加2攻 OK12加2傷害來了 免費的2攻非常痛 拆房子速度非常快速 高速拆掉 後面馬戰車 夾成老頭繼續反之 當然朝鮮這邊打的算是有點畏畏縮縮縮的 不知道會是什麼 是因為戰劍按太多嗎 因為戰劍前期投資太多 馬戰車就會很難按出來 那如果他要繼續延續自己的優勢的話 可能要再多補魚一點 這個魚船再補一些會比較好 OK就要按幾燒 Live這邊補下了一級農田 這個經濟回頭顧一下 穆娜斯塔一樣繼續出 還有這個村民也是 這邊想用莫娜斯塔去 直接拆掉碼頭的部分 莫娜斯塔的基本傷害真的是很高 連打這個戰劍傷害也非常痛 這時候朝鮮點下了二級射 留二級射的話也可以增加馬戰車的攻擊射程 跟傷害 所以馬戰車要打起來 也是要升級很多東西的 跑速啊 還有這個 弓兵射程 彈道小 彈道小好像不會影響的樣子 影響中 還有這個化學 這個碼頭打到剩下一點點血 30滴 打一打就突然不打了 後面補了一個碼頭 好 朝鮮開始要慢慢打出自己的塔弓了 後面三隻老頭 想要招牆招到兩隻莫娜斯塔 第三隻來不及招牆 兩隻莫娜斯塔被招走 但是劍塔也被蓋好了起來 但是後方補下了更多莫娜斯塔的增根劍塔 看起來有點危險 要不要回頭補下這個 打這個防禦劍塔 不要再深追了 打掉這隻馬戰車差不多 好 莫娜斯塔打劍竹傷害非常痛 哇靠這個傷害好快 殘血拉走 這裡是viper 但是還是被箭塔給收掉了 細節操作 後面有更多老頭來招牆 先拉走 避散一下 3TC開農 朝鮮的部分是雙TC而已 城鎮中心部分 雖然viper是3TC 但是他剛剛村民 有城鎮中心delay 為了去按莫娜斯塔 還有升級如炮戰船的關係 自己的肉其實並不是那麼充裕 畢竟按了這麼多隻 那莫娜斯塔這邊viper的策略 是完全不升工坊的 連品種也不點 那這個策略就是 要把這個莫娜斯塔的數量堆疊起來 增加這個天生的加傷害的能力 然後再把這個 待會剩下的肉 去轉去村民 工坊也不升 這個算是 強軍式開農 這也是viper最近在 改變自己的打法的一個細節 好 但村民說來說還是稍微落後了一些 畢竟早期暴兵 是很容易斷村的 這邊戳一戳 戳掉了幾隻村民 但莫娜斯塔這邊少了異攻的關係 打村民是需要四下才能打死的 好 好 趕快回頭爆一下 這個莫娜斯塔 數量在下會比較好 好 但viper的碼頭呢 也是被拆光了 台戰部分是完全放棄 朝鮮這邊呢 已經有可以點到帝王時代的升級了 一全肉已經獲得 這邊魚傳人在繼續補 他的肉量或許 是比viper好上非常多的 好 等一下帝王時代也補下一級農田 這個三級蠻早的 六十幾村就可以升到帝王時代 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而且前面還出了這麼多 馬丹車跟老頭 好 頂尖選手們 先升帝王時代的最大用意 就是要趕快去拆除viper這邊的城堡 朝鮮這邊可能也知道 這個莫娜斯塔 他的最大問題 就是要用城堡才能產生 那只要拆除夠多的城堡的話 喬治亞人的優勢 就會被大幅下降 好 這邊喬治亞人的莫娜斯塔 數量來到了19隻 攻擊目前是12加3 還沒有加4 先點下了跑速 跟二級馬凱 而不是先點下品種 血量沒有先優先升 好 直接戳城鎮中心 哇靠 戳一下將近300滴啊 這個傷害太痛了吧 莫娜斯塔真的是好強啊 但很可惜喔 附近的村民是沒有辦法 有時間去收掉的 後面老頭也在招搶的關係 那這邊也是順利招搶到了 三隻莫娜斯塔 好 雖然稍微下降了一些 但是還有16隻喔 有16隻的話 攻擊率就會加3喔 非常好 OK 這邊16隻應該還可以做一些事情 後方這個 四隻村民要打嗎 喔 沒有要理 要嗎 還是要打一下村民嗎 看到村民就是要打 對對對 OK 那現在傷害是可以三下 擊殺一隻村民 OK 這邊再拆一個城鎮中心 莫娜斯塔 速拆城鎮中心戰法 這個Viper 該不會找到了 這個文明的新世界了 這是什麼 莫娜斯塔逼滴流 好強啊 一直戳一直爽 後面的老頭也是在招搶 這邊找到6隻莫娜斯塔囉 這個城鎮中心還是有機會拿下來 出掉沒問題 大概剩下10隻了喔 剩下10隻的話 傷害又變成加1點傷害而已 好 在原地再騎一個城鎮中心 但Viper這邊呢 村民術已經反超了朝鮮了 利用自己的莫娜斯塔 進行攻擊城鎮中心 讓對方直接斷撐喔 村民沒有辦法造出來 然後自己再趕快繼續農 農出更多的農田 產出更多的莫娜斯塔 哇 這個策略可能會變成 新主流打法喔 好 朝鮮的帝王時代還有20秒 來看一下朝鮮這裡會怎麼擋 那目前遇到莫娜斯塔最好的擋法 也是出槍兵喔 朝鮮這個文明也是有槍兵 這個級兵的升級 這邊要擋 騎兵單位其實不會說到非常困難 這邊朝鮮點下來了印刷技術化學 還有三級射長槍兵的升級 OK過來稍微升一下槍兵喔 遇到這麼大量的騎兵 只靠馬分手還是不太行 又要再拆一次 哇 這個是一直逼滴 一直爽 一直逼滴 一直爽啊 這個莫娜斯塔 瘋狂在後面逼滴啊 好麻煩 好這面的部分也是有少量的莫娜斯塔在做騷擾 而且有出騎兵的關係 現在朝鮮升到電文時代 也不太敢第一時間架起來喔 畢竟架起來現在還沒有槍兵喔 是沒有辦法擋住對方的莫娜斯塔 過來阻止攻擊自己的巨型頭司機的 那現在前面對後面一對喔 讓朝鮮這邊相當的難受 好但這面還是有一個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那MIPER這邊點一下專瓦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血量跟防禦力 而且這時候二攻已經升級好了 12加5的威力啊 太誇張了 二攻剛取消 然後又再升級一次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他升級好應該變成12加6彩隊了 這個莫娜斯塔有點危險 但是已經研發好科技了 可以打城堡最下方的騎兵了 這邊要趕快拉走了 但比對手去投資這個科技也是小小賺了一下 這邊應該要直接衝進去了吧 但是後方有城堡幫忙補助傷害 老頭招搶招一招 抽到城堡城鎮中心裡面 是有兩隻進去喔 還是有兩隻老頭倒地喔 這時候朝鮮補下彈道學 這面的馬丹塵沒有控好 撞到城堡送掉了一些數量 後方兩台巨頭努力開拆當中 下方莫娜斯塔又抓到這個城堡中心 99.41% 沒有辦法蓋起來 哇靠 這個莫娜斯塔BD流 各位 他就是世界冠軍等級的選手 教會大家的事情喔 玩喬治亞 這樣搞就對了 大家講實在的我是覺得 一般人應該是蠻困難 像白河這樣打 前期要這麼馬爆 然後又要3TC開拢 這個除此 除了對手術很要求 還要對這些經濟配置喔 有一定的了解喔 才能有可能這樣子打 那感覺這招對於 喬治亞 這個防守反擊的玩家來說 是更適合一點 對於我們的影片也有一直在講 這個莫娜斯塔 這個最大問題就是 城堡大家習慣都是往外插 插在最外圍 讓對方打 或是要扛線 但是如果像白河這樣走 直接放在家裡防守 那確實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讓自己產出更多莫娜斯塔 進行反擊對手 好 朝鮮這邊村民處稍微受到損傷 只有62村而已 白河的村民處來到108村 村民處差距快到40村 這時候打出了GG GG的有點突然喔 這可能是看到分數差距如此的巨大 他可能覺得自己沒希望 但其實也到完全沒希望 只是後方這一坨 那個莫娜斯塔真的是太難解了 如果真的要解掉的話 槍兵要趕快出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朝鮮這邊槍兵生生 都放在了正前方 想要防守 劇情投時機 避免被拆掉 後方這一坨BD 他一直不知道在哪裡 後面也沒插哨戰 所以每當一出現的時候 自己的城鎮中心 或是有大量村民 很多都會被打掉 感覺喬治亞人的莫娜斯塔的 遊牧戰法 感覺是不錯的 那在阿拉伯來說的話 可能還要再思考一下 要怎麼優化這一套策略 畢竟阿拉伯來說 有洞的地方可能會更少一點 大於1500分以上的場 就會看到洞的機率更少一點 所以就比較難像這樣遊牧 一直在後面 一直瘋狂繞來繞去 繞到他很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朝鮮這邊拿到木材勝利 但是BIPER這邊支援量 總共贏了快要兩三千左右 輸甚至贏了大概兩千左右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45KD KD值拿得非常漂亮 朝鮮這次只有0.69而已 不管怎麼說 BIPER在這次的比賽裡面 也拿出了一些特別的戰術 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這些文明還有這些 特殊打法可以拿來使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